小伙一觉醒来 遇上养了 年轻人就是容易冲动 饥渴难耐 开始搜索更深层次的生物本能 自毫不知道节制 随之而来的就是背着空虚的身体 将往一所实验室听课的狗圣子 开始感觉疲惫 无心听课 只想睡觉的狗圣子 就这么躺在休息间睡着了 期间实验室发生意外 到处火发在闪电 一里啪啦就把整栋楼给炸引擎了 只有狗圣子不知道具体情况 依然做着美梦 醒来过后的狗圣子 发现周遭大楼就好像悬浮的碎片 而自己连同衣服都已经隐形了 吓得戴了一顶帽子 然后被楼下收拾残局的CIA 干员大女子发现 大女子一脸差异 这玩意好啊 以后隐形了 还不想干嘛就干嘛 必须抓回去研究研究 追捕狗圣子 只不过 这个时候的狗圣子 已经是特意功能加持 隐形护体 可你们乏人 那不是一个早次的存在 于是乎 狗圣子就这么左转右转 闪转鹏螺 看似樸实无华 其实各种精巧的 随随就走走了 啊 不愧是传说中的净狗树啊 但是狗圣子 自豪不以这项神奇的能力为傲 毕竟他已经保证这项能力 带来的痛苦 由于周围人都看不进他 他可以随意尝试追换 甚至是打运罪汉蓝车 估计这样下去 光明睁大偷看美女 都不是问题 简直太难受了 大哥 你这能力 你不要就给我吧 我给你下跪 于是狗圣子找到了 之前在实验室的老教授请教 老教授架了一套 啥玩意 咱没干过这事 你别赖我 心事碰瓷是吧 不吃这套 于是老教授被打晕了 狗圣子 见着老头疯疯癫癫 就留紧了大女子的办公室 想听见他们 都落了啥玩意 结果不小心睡着了 想试试 放松放松 结果被敏感的大女子发电 大女子采取 微逼利诱的方式 好话说定 一来些爱 当一个隐形特工 专门搞暗杀 狂转炫酷脚炸天啊 狗圣子一讲 说的有道理 那我就绑架你吧 一时大女子 就这样被绑架了 逃脱的狗圣子 决定隐居 在朋友不住的别墅里 每天跑跑步 搞搞风控 做个隐形疯也不错 只是好日子 还是有头的 这天狗圣子的朋友们 来到了这栋别墅度假 同行的 还有让狗圣子 魂牵梦要的宝儿姐 狗圣子在听朋友们聊天时 才知道朋友们 都在最后损自己 唯独宝儿姐 狗圣子忠贞不渝 这让狗圣子十分感动 晚上 醉酒的朋友 二蛮子 想趁机飞离宝儿姐 被前来偷窥 不是 保护的狗圣子 制止了 狗圣子一讲 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坦荡荡地告诉宝儿姐 于是就约宝儿姐见面 没想到 你也没见着 宝儿姐由于思念成疾 被吓晕了 醒来后的宝儿姐 了解了事情经过 却不慎被二蛮子听到 通宫报信给了大女子 这边准备私奔的狗圣子 和宝儿姐在火车上 遭到了大女子的围追堵截 宝儿姐被抓住 狗圣子虽然中了拔地鞭 但还是顺利逃脱了 但是宝儿姐必须得救啊 狗圣子灵机一动 找了朋友二蛮子 帮忙装扮成自己 而自己 则装扮成阿三哥 一路东北玩泥巴 大远没有加速出发了 顺利借着宝儿姐 这可气坏了大女子 直定亲自删阵 依想到狗圣子因为脸上化了妆 所以只能看见头 一颗头却这么在机上 狂奔乱跑 吓死宝宝了 狗圣子借着滴滴的洒水车 洗干净了脸上的油粉 却没想到西装上沾上了灰尘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不过好在大力出奇迹 大女子黏着狗圣子就上了顶楼 狗圣子透明脑袋灵机一闪 脱掉衣服假装生活多么多么困难 就要跳楼 彼此迷惑大女子 可怜的大女子当真了 一个老鹰扑小鸡就摔下了楼 而狗圣子则带着宝儿姐过上了看不见老公的幸福生活 自此前几中 那么我想问各位小伙伴 如果你拥有这项免心能力 第一件事要干什么呢 严肃点哈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